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六花真的拥有邪王真眼 看着对方眼睛里发出的金光 他被吓得手足无措 然而下一秒 之后在男主的帮助下 六花乖乖滴了眼药水 滴完眼药水后 男主告诉六花自己已经从中二病毕业 所以不要和他扯上任何关系 但六花却说男主看到了他的眼睛 这样契约就已经完成 两人的灵魂将会互相共鸣成为灵魂伴侣 听着六花的中二发言 男主只好先行离开了保健室 很快来到放学时间 男主想跟新交道的朋友一起去吃饭 结果老师却突然喊他去办公室 原来是六花的钱包弄丢了 考虑到他才刚搬过来对这附近还不数 所以想请男主送他回家 而之所以请男主帮忙 是因为六花家就住在他家楼上 既然如此 男主只好回绝了朋友吃饭的邀请 带着六花一起回家 但在等电车的过程中 六花的中二病又犯了 这射死的动作看的男主都起了鸡皮疙瘩 他打算买瓶水压压金 可六花却说等一下 紧接着他便开始了点兵点价 此时电车已经到站 就这样两人错过了电车 但六花却一脸炫耀地展示着手中的饮料 这让男主气不打一出来 对着六花的头发就是一顿蹂躏 不过就在这时 贩卖机上突然提示再来一瓶 回到家后 男主发现自家门口堆满了快递箱 原来这些都是六花的 因为他家里没人 快递小哥就将东西放在了男主家 男主好奇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行李 六花就拿出里面的东西给他看 这让男主忍不住吐槽全都是废物 可六花却不服 拿出了他觉得最实用的东西 男主实在受不了 让六花赶紧把东西搬回去 然而看着他吃力的模样 他还是于心不忍 于是男主帮着六花一起搬箱子 两人一直忙到了晚上 看到六花的姐姐还没回来 男主还请六花在家吃饭 可在上菜的时候 三妹却拿出了他以前的武器 男主本想把武器当垃圾处理掉的 但在六花的劝说下 最后他决定重操就业 闇の炎に抱かれて消えろ 誤解すんなよ 流石に捨てるのは 勿体ないと思っただけだ オークションにでも出して金にする 中に入ろうぜ いつまでもこんなとこにいたら 風邪ひくぞ そうは言ったものの 今年の春の雨は 少し暖かかった